在这儿呢 妈在这儿呢 哎呀来来来 牛嫂牛嫂你干什么呀你 你把俩孩子带走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 你想急死我们你干的 我是要打招呼的 可是您和他姥姥都不在家 要把这俩孩子单独放在家里 我又不放心 我就把他们带出来了 我没有饿着孩子 奶平安奶粉的尿不湿 都带了没有饿着孩子 牛嫂 牛嫂 你要出门 你有什么事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给谁打都行 没有是啊 是 你这不是急死人吗 是啊 急死我们了都 我 这不是 我儿子给他伤了 我姬姬妈妈跑到医院 医院说 手术费还差三千块钱 我就急着去筹钱 赶紧给孩子做手术 这把手电话的事给忘了 牛嫂 牛嫂 都给你吧 你先拿着 然后你赶快把那个医药费 什么都交 不行不行 我到你家时间不长 要惹出这么大的事 不能不能 牛嫂 你就拿着吧 你在我们家也帮了不少玩 这好在这孩子 现在都没什么事啊 还是救孩子要紧吧 以后啊你就 在你家附近这再找个工作吧 这样可以照顾你家孩子 好吗 你先陪陪孩子吧 等你孩子好差不多的时候 你去我家把行李搬走 然后我们把账再给你结了 快去快去 好 好 род drap 还好 慧陪她 阿姨 快看看 醒了 阿姨 快看看 可儿 你可醒过来了 你知道 妈心里有多着急吗 这阵子 大才天天来看 你来做什么 哥 你不要这么说 大才是来关心你 你走 我不用你关心 走 好好好啊 我走啊 我改天我再来看你了啊 对不起啊 大才 你这孩子 大才来看你 那是对你有心 你好好想想 你现在不像以前了 以前 你漂亮年轻 有没有孩子 使点小性子也没关系 可是现在 你不能再这样对他 到时候 他也会跑 你不要再说了 你也走 出去 你就让我死了算了 别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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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啊 好 好 我走 我姐 把孩子抱过来吧 来喽我们来喽 唐靖 把我大孙子抱过来 来了来了 妈先给小姑娘洗吧 你说我们小姑娘先洗 怎么不偏不像是不是 不是什么叫不偏不像 谁的孩子谁不疼啊 这个这孩子不是有姥姥疼呢 找他进姥姥疼去是不是 来了来了 你看奶奶 说王柯不已经醒了吗 妈 王柯醒了是醒了 那也不差这一天两天呢 是吧 就是就是 要是让彤彤走了 我还真是舍不得呢 是白乡爸爸 那得赶紧赶紧快给接走吧 你问大赛收了没有啊 您不好意思是不是啊 行我给大赛打他 哎 妈 我打起我打 真是老太难 行了来洗澡吧洗澡吧 来来来来 干嘛 哎我问你呀 你什么时候把王柯那孩子接走呢 啊 那恐怕还 再等一阵子 因为王柯醒是醒了但是 他抑郁症吧 别来欲言上我 不用比手 我就坐这打呗 你他抑郁 你不能把自己的责任 你推给别人是不是啊 我看这俩孩子我多累啊 这唐静跟林小 这俩人还老说我偏心 谁家没点难处啊 真的大菜 我跟你说呀 我真受不了了 你赶快想办法把孩子给接走吧 是干嘛 我我 我这件事我我我太麻烦您了 真不好意思 哎呀不是 大菜你听着 妈 哎大菜 那个 没事啊 那个可能我妈最近这段啊 带孩子有点累了 啊没事孩子挺好的 你放心吧 啊好 哎 妈 我知道您最近这段啊带孩子 确实是挺辛苦的 都怪我们人考虑不周 这样我我回头呢 我再找一个靠谱的御英嫂 把您给解放出来啊 不是我呀 我不需要你解放 我挺好的 我要带唐豆一个人 真的 我一点事都没有 你这没事 你还可以请个御英嫂 咱凭什么为别人 再花那么多钱啊 凭什么呀 唐静你赶快的 哎来了 来了来了 哎呀行了我我弄吧 我哎呦 吃啊 哈哈 不是你你 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现在不用我催你 自然有人催你了 我跟你说实话 你说我之所以天天的往医院跑 我就想等他醒了以后 我跟他把这事做个了结 但是他醒了以后 他把我给轰出去了 你说我这还冤呢是不是 哎 反正 你就成天这理由 那理由都哄我吧 谁知道你案子是什么心 哎呦 我我我这天地良心啊 那个日月可见 对不对 你你不能这么说我 我为什么盼着 这王柯早日康复呢 我我就是 他早日康复了 我就好早 你先跟他做个了断 对不对 哎 那吃吃吃 你不爱吃多么丝吗 啊 你也吃点啊 你不是也爱吃吗 你你这生气了我还吃什么呀我 我 我没生气 真的 嗯 我就说嘛 我们家小龙是谁啊 那是一个善良的闺女 是姑娘哈哈 好 来好了好了快吃药了啊我不吃 我不要吃 好了好了 好了 别急别急啊 医生不是说了吗 复健不是一两天的事 再说咱们在家里 毕竟不像在医院做的是专业的复健 要不 我叫大菜来帮帮忙啊 你知道你在想 你现在还瞎错了什么呀 你以为人家大菜天天爱医院是土神 真的稀罕我这个人吗 我现在未婚生子 我要摔成的残废 你说到哪个男人会要我 我等你看自己都生气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 全部都毁了 你知道吗 好了好了 但是吧 好了 大菜 大菜 阿姨 帮我去九王科吧 大菜来了 大菜 老话 你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 但是我觉得 你不能这么想是吧 养好了吗 要不这样 我陪你去医院咱们做复健去好不好 你定一时间 我陪你去 哪里天天去咱都行 那太麻烦你了大才 谢谢 没事阿姨 我跟王柯也是朋友 大哥 我还得麻烦您啊 在林晓和干妈那给我美言几句 小彤呢 还得在你们那多待一段时间 林晓这肯定没问题啊 他最近啊跟小彤啊 越来越拗了 他才舍不得了 我妈那人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我呀陪着那个王柯去医院做复健呢 好 好 好 你放心吧 谢了 你妈是刀子嘴豆腐心 那我是刀子嘴刀子心啊 你呀就是蜜糖嘴棉花心 你就是我的小甜心 哎呀注意影响 我是领导 人家看的多好 哎说正经呢 大菜说 小虫怎么还要在咱们家 再多待一个什么 你没意见吧 有 啊 那有什么办法吗 你关键的啊 你是这把我妈那个给弄明白 他一天到晚的提各种意见 咱什么别想干 听你啊 这对待老人呢就是一个字 哄 怎么哄啊 怎么哄 哄哄哄啊 你嘴现在够便的 我可跟你说啊 我现在挺忙的 没时间照顾这俩孩子 你得多费心 老叔 那个在家里头呢 多帮着干点活 嗯 多哄哄老太太 说点甜的话 对 最重要的是啊 我妈这人特爱听人夸她 你得一直说她漂亮啊 年轻啊 知道吗 来说一说 什么 练习一下夸我妈呀 妈 哎 去 嘿嘿嘿嘿 别忘了漂亮 你夸一个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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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好看 你就是那么没情调 点了不好玩 小喜怯叫了啊 就是小喜怯 哒哒哒哒到家 哟 怎么了 怎么那么打蔫呢 也不吃也不喝的 我怎么摸着脑门那点热呀 你光看着有什么用 赶快拿体温剂呀 妈 你把那个易可侵里头那体温剂给拿过来 来 来 对着 来 来 来 量一下啊 量一下 多少 有事吗 真够高的 三十八度一 天哪 你赶紧的把这孩子抱着 我去弄点水去 给他屋里渐渐温 看看糖豆烧不烧 这脑门冰凉没事好着呢 你看看这俩孩子都淋了 怎么糖豆没事 你说这孩子有事啊 妈 你们是不是也赶上那场暴风雨吧 赶上了呀 我带两个孩子 不下楼溜弯吗 这大雨就下来了 我就没辙 我就把豆都抱起来了 那 那小彤呢 小彤我抱不了了 但是我把那个所有能盖的东西 都盖在孩子身上了 我跟糖豆七零的 比这个小彤还厉害呢 你看咱逗得就没事 就说明啊 吃那绿胡萝占管用 你知道 这些小彤我就没给他吃 妈 这就是你不对了 就是因为是别人的孩子 咱们更加精心照顾应该 这孩子现在在咱们的手里头 那是人家信任咱们 现在孩子发烧了 真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咱们怎么跟人大人交代呀 行 行 行 不就这个吗 这个以后我给他吃行了吗 行 不是 这不是吃药的事 不是 亲家 你一直对我讲 要两个孩子一视同仁的 你老说我偏心 这关键时候 你还是有远近亲疏的 这不叫偏心吗 就是啊 你以后不能这样的嘛 你行了吧 你少说两句吧 那妈一个人带俩孩子 哪带得过来呀 你看这孩子一个都这么闹 不是 我妈就不应该这样 她明明知道 那个小彤的抵抗力 比那个糖豆低 她应该多照顾小彤啊 应该一视同仁不是 行行行行 你们都一视同仁 我不好我错了 我坏蛋 这孩子你们照顾 我不管了我走了 你这干什么呀 这又生气了 你看你 你刚才怎么说话呢 赶紧追下去哄吧 生气了 真急了 你难受不难受宝宝 没事没事 你没事啊宝宝 妈 你这我这怎么劝 你都不听呢 别走别走 您别走 妈 我都给您道了歉了 您还要我怎么样啊 真的你们家的事呢 我也管不了 我累了 我歇歇行不行啊 我真的累了 我心累了 二十四小时 费紧巴拉的连周转 你说我这横数还不落好 我图什么 儿子我求求你啊 你别拦着我了 让我回家 着了我 啊 那您回去好好歇歇啊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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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这人真是 他教育我呢 这老人要哄 奇怪 你是说什么呢 我妈妈最近一段时间的 情绪不太稳定 估计是累的 在家里你妈 有事没事老几的我妈 那再好脾气的人也受不了 你瞎我点声 就在楼上呢 一会儿听见了 我妈这个人就是喜欢指手画脚 你必须给她一个舞台让她展示 不然她她难受 那也不能让我妈当受气包 嘘 你瞎 人一会儿 这话怎么在你嘴里 一说就变味了呢 我妈呀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她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想减轻咱们点负担呀 你妈倒好 上嘴皮子下嘴皮子这么一动 她倒是痛快了 她这样啊 说的好听点是自我 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自私 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 我妈说这么多 她 她不也是为了孩子好吗 她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让她改呀 她改不了了 按道理来说呢 是应该我孝敬她的 她现在愿意帮我带孩子 你不能对她要求太高吧 那咱们就是一碗水端平了书 不能让我妈一个人受气吧 对不对 怎么让你妈一个人受气了 那让我妈帮带孩子 她带孩子的情况 你又不是没看见 你觉得她是那块料吗 那我妈就是那块料 你是真没到上海去看过 在上海家里面 她什么都不干 什么活都是我那原叔叔干的 那教育瓶倒了 她都不带服务一下的 来咱们家 她已经干了这么多路 我都挺感动她 这带孩子呢 得树叶有专攻 那咱们两个人呢 她上班挣钱养孩子 你妈实战经验强 那我妈呢 她以前是当医生的 在家里面 如果孩子要是有个头头脑脑 不用去医院呀 也省心呀 在这方面 我妈确实也 贡献还是很大的 要让你这么说的话 那这又让我妈累着了 咱妈辛苦我知道 我都记心理了 你心理清楚就行了 我妈这是累了 就让她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那你说这两天怎么办呀 咱俩又要上班 还要再带着两个孩子 我妈肯定帮不上忙啊 家政公司说 就这一两天的事 怎么回事 可是这一两天也是时间呀 咱俩也不能抱着孩子去公司吧 那小童还发烧呢 这样 我明天再到家政公司催一下 那明天 只好你留在家里带孩子了 就来你 浪费我一天宝贵的时间 大哥 就我们这鱼儿嫂 是我们这行业里最好的 您绝对放心 大哥 我告诉你 我们这的鱼儿嫂 全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 而且都有健康症 你就跟我说 我前两天预定的那鱼儿嫂 最早什么时候能上货啊 这个 王姐啊 比较抢手 这都逾越到明年春节了 你不是前两天都已经答应过我吗 说过两天就给我一个准信 怎么现在你又 那你现在这里头 有哪个能够 育儿嫂马上能上货啊 有倒是有 呃 就是价格不太符合你的要求 价钱那不是问题啊 只要是她能够马上上货 而且是能够尽心的照顾孩子就行啊 那这就有一个 这是我们这的招牌 金牌育儿嫂 哼金牌 是十八块钱还是二十四块钱呢 现在人人都说自己是金牌 你就有一说一给我交个底吧 这大姐 人品好干活马里 服务质量没得说 顾客反馈都是零投诉啊 零投诉啊 真的那么靠谱吗 哎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可是俩孩子 任大姐 最擅长的就是带生胞胎了 还发霜呢是不是啊 快点妈 拿点水过来 怎么回事 来来 太烫了 对点凉了去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这哪不是我事多 那孩子这么小 你这个水温必须是那个适度的 他没法喝 对对对对 哎呦呼呼 哎呦 把他给我吧 你抱孩子 哎呦哎呦你说 你说你这小朋友 你这脚法太准了啊 要喂了没有 水都不合是怎么喂啊 你赶快去喂去吧 喝水去 快去睡觉吧 哎呦好的 一万三了 这有点太贵了吧这个 哎哥 您不能只看价格呀 得送上性价比 任姐要是给您把孩子给看好 您是不是就腾出水来工作了呢 以您创造的财富 这点保姆费 都不算什么 喂 您这怎么样了呀 我现在不是在家政公司 正跟他们谈着呢吗 我跟你说 赶紧找吧 不行 咱自己带不了 刚弄好的图 这一一一 一个无影角废了 别急别急 那个 那明天就有人来接力咱们啊 成吧 成吧 签合同吧 那个金牌是吧 对对对金牌金牌 我要 我要 陈袋 对对金牌金 我都给你带一个主持人 这个要是 我你要是 他的 就是 她说 我们是 她说 是 玫瑰茄 不管你看着花的颜色 花瓣的形状 多少土啊玫瑰茄 改个名字 女人花 神话美女 落神花 好听吧 好听 没想到人家也这么会保养 孩子都哄睡了吗 睡得特别像 放心吧 我发觉你带孩子还是蛮有一套的 你说我们家两个小孩子 说好带也好带 说不好带也蛮难带的 尤其是那个小姑娘 不要醒来 只要一睁开眼睛 她一定会哇啦哇啦叫得很麻烦的 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让他们两个小孩子这么快就睡着了 睡得还这么安静 我肯定有我特别的办法 要不然我们公司 也不可能只有我一个金牌啊 其实啊 大孩子是有技巧的 给他唱什么童谣啊 怎么拍他什么位置啊 这都是有讲究的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这个女的别看她长相清纯啊 真不是什么善杂 挖人墙脚还挖这么理直气壮 现在这些人呢 你这个 故事情节比我还清楚哈人家 你这带着孩子有空看电视吗 啊 那个 呃 现在电视内容都差不多 我看一眼啊 就知道大开启了 我要不要再给您蓄点水 嗯 还蛮多的 嗯 嗯谢谢 那是衣服 那是人没夸你啊 哎今天不得穿这样 哈哈 呦 晒太阳呢 啊 哎大姐 今天怎么没看到你们家弹子 我下来晒太阳呀 哦 没下来呀 呦 这都几点了还没下来 好 行来 那我们先上去了啊 好好好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啊 看电视呢 哎呀 堂这儿呢 孩子还还睡着 呀 不对呀 这都几点钟了 怎么孩子还在睡呢 啊 我先看看 啊 都睡了呢 我刚才上楼看了 看他们睡得香 没收的觉 哦 哎呀 几点钟睡的 一点左右吧 就都睡了四个小时了 啊 晚上还能睡着了吧 你放心吧 孩子睡得多 好啊 我估计啊 前段时间两个孩子 没有规律 给累着了 心里是不是安稳了吗 开始补觉了 嗯 孩子睡得好 长颗就是长得快 你要是怕晚上 他们吵你睡不好 你就交给我来带 放心 保证让你睡个 踏踏实实的觉 俩孩子呢 能带得过来 嗨 我就是带双胞胎出身的 你看哪 这两个孩子 虽然差一个冬月 但是都特别好带 我以前就喜欢 嗯 那就谢谢你了 多费心 别客气啊 咻 咱们出去吧 好嘞 来 来 洗到哪呀 妈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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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大老子 妈妈 妈妈 死人了吗 那死人的孩子 才能够呀 妈妈 我没了 起来 看电视呢 这电视剧不错 据你观察 这任姐怎么样 任姐啊 我观察过 她还真的不错 孩子在她手里面 现在是该吃吃该睡睡 反正还是那个样子 但是那个小童 不怎么苦恼了 那还行 对孩子上不上心 眼里有没有活 干活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对孩子态度也不错 孩子在她手里面 满服贴的 她是不但照顾孩子 有时候也给我 七个茶倒个水什么的 那就是说这人 还挺有眼力见呗 对对 行 反正你帮我盯着呢 我就放心了 别别别啊 你可别指望我 我得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不能天天给你们带孩子 我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那有一个免费讲座 我都没有去 你不能天天为了孩子 把我拴在家里面 不让我接触外面世界 几个月下去 我就退化了 你说你这老太太 真是的 我就说了一句 你怎么 说了这么多句 我什么时候说 要拴住你了 我就说让你帮我盯一下 只是盯一下 小小要不然这样 你去跟你婆婆商量商量 让她支个班给咱们盯一盯 带一带 人家当初为什么走 你不知道呀 我婆婆在的时候 你说你是一百个 看不上人家 现在走了 你就觉得是不是 她也挺重要的 可是现在谁好意思 把她请回来啊 旁见也不能干呀 啊 我明白了 你 不好意思麻烦你婆婆 你就好意思使唤你妈妈 是不是 我不管啊 这任姐要是靠谱 她能一直做下去 我可就干我自己的事了 行 你帮我好好盯着任姐 好好调教她 只要她靠谱了 立马给你放假 到时候让你周游试歇歇 给你买头疼藏 住五星期大小店 你就跟我说好听的红我吧 终于找一靠谱的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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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皮舞 这是我们这儿 欣赏的一个项目 对瘦肚子瘦身 特别有效 真的 那我也练练 我还有一分钟啊 我必须坚持下来 你说我现在这肚子可大了呢 都不敢穿紧身衣服 都怕流出来这油 OK 你搁了多久 就这样啊 就这样就捡肚子了 不是这样晃剑 抖腿 这样 不行 其实我觉得 像你这样有肚子的人 练肚皮舞特别好看 你知道吗 现在国际上的肚皮舞大师 人家都是有肚子的 就是有一点小肚男 随着音乐抖起来 格外有神韵 你怎么那么坏啊 你为了减肥 你把我儿媳妇奶断了 现在变成这个小型肚子 你鼓励我 让我成大肚头 才不敢呢 我也减 不过说实话 你恢复得还好了 比一般产妇已经快多了 我们这儿 一个澳门富商的太太 嗯 孩子都两岁了 现在那肚子啊 我告诉你 还像一只骨骨一样呢 那她没练这肚皮舞啊 来了 上了好几堂课了 我觉得 应该还挺有成效的 所以 你得来坚持 在你这儿抖完了之后 就能受 嗯 啊 澳门的 嗯 富商啊 对啊 你没问问认不认识顾峰 澳门没多大 做生意的估计就那么几个人 可她没准儿都认识呢 这事我倒没想到 嗯 张太太 你好 你来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太太 这是我的好朋友 林晓 这是张太太 嗨 张太太 您从我们这儿 才上了几堂课 瞧您的肚子 现在都已经变得这么紧实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您一定看起来 比原来要年轻好几岁呢 是吗 哎呦张太太 舞蹈跳真好看啊 哦那当然 你看就是没生过小孩吧 嗯 呃 哈哈哈笑 哈哈哈哈哈哈 张太太 嗯 您先生是不是在澳门做生意啊 对啊 我们能拖他 帮我们打听一个人吗 嗯没问题 谢谢谢谢 我什么时候能学会这个呀 所以你加油啊啊 好好学 真istä 干什么这是啊 嗯 还挺像 没找 海玫瑰花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一滴玫瑰 一滴茉莉 一滴衣蓝 两滴摄香 这是极好的移情配方 在我的鼻子里头啊 就是那些奶香味 我才能闻得了 别的都入不了我那个鼻子 人家都说了 玫瑰代表爱情 难道你没有感受到 我满满的爱意吗 哎呀 我这是在天上啊 还是在人间啊 大爷 你这是在天上人间 哎呀 我说林小主啊 你是不是看后宫戏看多了呀 我听说啊 这玫瑰香精 是专门缓解那女性的 那个方面的事 你别让我这闻多了以后 跑到那边去了 才不会呢 我相信我老婆 你看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这张大创 就没有完完全全属于过我们两个人 你今天想不想好好感受一下呀 哎呀 累了一天了 晚上还要给糖豆喂奶呢 行了别害羞了 你来点自己的 哎呦 谁能听见 跑什么呀 你开的呢 干嘛 你先不听点的话啊 哎哎哎哎哎哎 哎 妈 给我回来啦 哎呀你都起来后就回来啦 你先洗几回 你先洗几回 我来啦 一天你可别想跑 碰 别别别 干什么别弄 别弄 别弄别弄 绝对你弄了 哎呀 这累了一天 什么累了一天 快点快点快点 别说别弄 你眠 像不像 行了别弄 好不好 我没闹 难道你对我这性格睡衣 不感兴趣吗 嗯 给你看个大尺度的 哈哈 怎么样啊 快点喝衣服法 改天嘛改天嘛 不行啊这不认心的 你每天都是我改天 哎呦 快快快快 哎呦别弄了 哎呦 哎呦呦 噓噓噓 怎么了 又怎么了 我好像听到唐豆子哭了 哪有啊你有幻觉吧你 哎呦噓噓噓 不行不行 我得过去看看你 哎 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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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好像 我听得好像哭了 没事 这个都睡得好着呢 大姐 你是不是病了 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关系 你说 我们可以给你放几天假 排毒养颜胶囊 我这一天不是有点上火吗 那早点休息吧 哎 睡了吗 睡着了别跟我说话了 哎 你觉得任嫂那个人怎么样 我觉得任嫂这人挺好的 干净利落 最重要的是 人家尽职尽资 睡睡啊 晓晓 ㅇ 听说话就 Saturn 我们上在Google干等 一起去 差不多了 admir致得更大 你又 cabinets 等于我们什么呢 可能就是render 要下楼去溜溜弯 晒晒太阳 体温都正常吧 一大早都凉过了 两个孩子都不到三十六度 特别正常 放心吧 辛苦了啊 应该的 再见 跟爸爸妈妈再见 再见 拜拜 新话啊 拜拜 新话 你当心点啊 好 您放心 行吧 咱赶紧上班去吧 我对你们俩人说啊 我觉得这事不太对劲 那我已经观察半天了 我发现这两个小孩子 醒来的时候不哭不闹 尤其那个小彤 睁开眼睛她都不哇啦啦哭的 好像是这俩孩子 有点打妞儿最近 不太热情 昨天那 那个唐豆子一看见我 换一身衣服 然后差点哭一鼻子 胡说八道 她这么小她能看出什么呀 我跟你说小孩啊 她在这么大的时候 她就睡觉 睡觉才能长个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体温是不是正常啊 对啊 那不就得了吗 人家任姐是金牌月嫂 人家有办法呗 是不是 对对对对 行了 我们得赶快上班了 你在家盯着点 有你在 快去吧 走了 哎 你先进去吧 我去看看乔主任 听张大夫这么一念叨 我还真觉得那俩孩子呀 最近真是有点打妞儿 哎我跟我妈商量商量 我看她那个 要是休息的差不多了 过来帮咱们盯两天保姆 我就知道我妈一说 你就得多心啊 你妈好梦休息几天 你别麻烦她了啊 那行我知道了 那你去吧 哎 给你妈带好 说我忙忙过几天看她去 哈哈哈 哎 还有那个她不是喜欢吃点心吗 给她买点 无糖的记住啊 啊 心 感谢观看